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 在这里我们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 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 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 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我曾经在我们YouTube的频道的留言里 看到一个例子 这个留言的朋友她是一个女性 她跟我说啊 她跟老公结婚了16年 不过呢老公常年失业 十多年来只有两年多有正式的工作 而且在最后一次失业的时候 还很高兴的回家 跟我这位听众说她没有钱了 以后就要她来付账单 而这位朋友呢 也就真的很认真的扛起 每个月的房贷孩子的学费 全家人的衣食住行的等等开支 本来以为啊 这样的付出起码会得到老公的感激 没想到他老公的反应 却是洋洋得意的跟其他亲戚朋友炫耀 说自己现在时间很多 所以身体变得比以前健康多了 完全忽视我这位朋友 她辛苦养家 让她觉得很心寒啊 我想故事听到这里 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有两个直觉的反应 那就是为什么这个女性朋友 她不离婚呢 又或者是哦 婚姻本来就是场修炼嘛 为了家庭的圆满 就必须忍耐下去 可是吊诡的是哦 如果情绪可以因为一个说法就被摆平 那天底下也就不存在辛苦的关系了 我很谢谢这个朋友 他鼓起勇气向我提问 所以我想要借由今天的机会 好好的来回应 看看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些 可以前进的思考 我暂时先从这些有限的资讯里来拆解两个关键 第一个就是具体的态度 老公很高兴说自己没有钱了 而理所当然的要老婆付账单 还洋洋得意自己身体变好 而第二个关键呢 就是他具体的行为 这个老公不断的失业 不肯反省和成长 也忽视伴侣的付出 虽然呢 我没有足够的资讯 来了解这个老公的家庭背景 甚至于是心理状态 不过一个人在关键里的样貌 就是他行为加上态度的总和啊 我希望这位来信息的朋友哦 先认清你所感受到的一切事实 的确会让你很不舒服 而进一步来看 任何关键其实都是一场双人舞 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 一个关键能够走16年 某种程度上 这个流言求助的老婆 可能也有一些 他应该要面对的功课 那就是哦 他老公的不负责任 自己是不是也一直在配合演出 很潜意识的去支持 他的老公的行为呢 也就是说 别人的对待 有可能是自己交出来的哦 我想这句话哦 对于这位女性听众来说 是有一点刺激不舒服的 不过说真的 如果这个朋友能够好好的收下 获利最多的可能会是他自己 有了这层了解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点 有建设性的事情 这个状况到底应该怎么结 我们可以做的第一步 就叫做设定界限 什么是界限呢 其实完整的说法 是心理界限 我很喜欢嘉玲老师 他对心理界限的定义 他说 所谓的心理界限 就是让对方知道 什么可以 而什么不可以 就以这次的例子来看哦 当老公失业 嬉皮笑脸的 要老婆付账单的时候 这个老婆的反应 就会决定老公接下来的行为 比如说 老婆可以跟老公说 你刚失业 找工作 当然需要时间 账单先由我来支付 没有问题 不过我希望你尽快的 能够找到工作 半年之后 如果你还是没有办法 找到全职的工作 那我就不会再全部负担 这些花费 你也要一起分担 看你是要兼差打工 或者是其他的赚钱方式 都可以 我不确定我们的听众 有没有做出 适当的回应和协调 我只是想要提醒哦 或许承担跟包容 一直是东方女性的美德 可是也别忘了 没有底线的承担跟包容 在本质上 是不合理的压抑 它是在喂养 我们心中的那头野兽 把野兽养大了 总有一天会冲出来反扑的 与其放任这个野兽长大 不如先主动的设定界限 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有了心理的界限 才能够停止不假思索的反应 重新迎回关系里的尊重啊 当你习惯性的溺爱家人 最后把自己淹死在 你以为的爱里面 这是你想要的关系吗 或者是你愿意先为爱 设下界限 透过你自己的真实 跟另一半一起学习 打造出你们想要的关系呢 这点可以想一想哦 说到这里哦 如果你想要学习的 是为你的爱设立界限 那我很欢迎你可以加入 嘉宁老师的线上课程 人际断舍离 嘉宁老师在这一门课里 会用最具体又简单的步骤 陪伴你建立自己的界限 帮助自己厘清 什么是可以的 而什么是不可以的 并且在厘清的同时 带领你去穿越那些情绪的风暴 学会建设性的冲突 更有勇气的去表达 自己在关系里真正的想要 而且我还要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人际断舍离这门课 从即日起 一直到6月30号的晚上12点之前 我们有推出季节限定的优惠 只要你用优惠价1300元 就能够帮助你建立起必要的界限 还有清理关系的能力 让好的界限帮助你同时拥有独立和亲密 这两种特质的关系 而说到亲密的关系 在三级防疫的期间 有很多人都很自律地待在家里 这一点要谢谢大家 所以我们跟家人的相处时间变多了 这才发现 不知道怎么样跟家人 好好的连结 好好的聊天 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 那么哈克的与人连结的三个秘密 会很适合现在的你 你会在哈克温暖的嗓音里 听见一个又一个与人连结的诀窍 重新找回关系里的滋养跟自在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与人连结的三个秘密 在这同时之间也有优惠 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30号的晚上12点之前 只要1499 而且不止这样 如果人计断舍离跟与人连结的三个秘密 这两门课你都还没有参与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一次合购两门课程 还有特别的优惠 只需要2600元 所以请你把握机会 然而我想 无论你在关系里的状态是如何 像是我们这位听众这样的辛苦 或者是你的状态其实是很好的 可是你想要更亲密 你想要彼此之间能够有更多的空间 让彼此有更好的成长 那么这两门课也都很适合你 其实在这段辛苦的日子里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承担跟压力 所以回头来看 我们怎么样处理自己人生里 至关重要的关系 怎么样设立界限 并且能够重回亲密 这些都是我们在这段时间必修的功课 只是有些人生的功课 没有遇到一些外部事件的刺激 我们可能就这样子拖着 而没有真正的去面对 此刻是很好的时机 欢迎你加入 人计断舍离 跟与人连结的三个秘密 然而无论你会不会加入我们的线上课程 我都祝福你能够在关系里 得到你想要的快乐 也期盼我们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们制作的内容 无论是在YouTube或者是Podcast的收听 都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把它分享给你身旁的朋友 然而如果你对于齐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如同今天提到的人际断舍离 跟与人连结的三个秘密 从即日起到6月30号的晚上12点之前 我们有合构的季节限定优惠 当然了如果你要挑选这两门课当中的一门课来加入 这段时间仍然有优惠 欢迎你把握机会 相关的资讯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连结 很期待能够在线上跟你一起前进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